你赶紧选 小男生想一想确实很难 这边是爱的人这边是妈 这女孩也自错 妈都不在这都不敢说话了 妈要是在这这还像个人呢 但你已经成年了 对自己的爱情都不能做出选择 如果不能做出选择 他就抱她干嘛呀 看什么樱花呀 咱们常说拜金女贤贫爱富 但这种社会上还有一种拜金男的存在 就例如视频开头被土壘斥质责的小伙 她自以为傍上了家境充裕的富家女 于是对其百般宠溺 可在得知女友家到周末后 就毫不犹豫地卷铺玩失踪 并在此期间又收获了一份真爱 引得两个妹子上节目苦思争奖 节目组当众逼渣男二神一 这狗血的一幕究竟是如何上演的呢 这节目刚一开始 主持人呢就不嫌事儿打 把女主人公小文 以及新欢小家给请了上来 让他俩当面对峙 结果这情人相见分外眼红 俩人一见面就掐起来了 我就想问你一句 你有道德底线吗 我怎么没有道德底线 你有自己的原则吗 你跟小翔之间 你知道他有女朋友吗 你跟小翔之间 为什么会出现问题 你为什么不从自身去思考呢 我觉得我没有问题 那小翔为什么在我这说 你们俩之间种种的矛盾呢 我觉得你没有资格在这说 我跟我男朋友之间的问题 好 现在的问题是你的介入 让我跟我男朋友之间有了练和 小家辩解到 他从来没做过对不起小文的事 插足这一说法更是胡说八道 他虽说是小翔的青梅 可在之前他俩压根不熟 只知道小翔的父母 跟他们家比较亲近 还是在去年 小翔一家搬到北京后 他才在双方父母的撮合下 跟小翔数落起来 并对其产生了好感 这会儿的小翔 早就跟小文闹掰了 所以就不存在插足这回事 我跟小翔之间 我觉得是明明白白的 不是你先说 你现在跟小翔 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吗 我跟小翔就是朋友 只是我喜欢小翔 你们俩就是吃吃饭 看看电影是吧 对 也没别的 没有太过的亲密 你也知道他有女朋友 对吧 对我知道 那你觉得你现在介入 合适还是不合适 我很坦然 我觉得我喜欢小翔 我没有错 我有权利去追求 自己喜欢的东西 但是小翔之后 是怎么抉择 我觉得那是小翔 小翔的事情 赵川老师听到这儿 便叫小家下去 把当事人小翔给请了上来 不料 小翔一上来就表示 他没啥好说的 就是与人暮署 被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 欺骗了感情 我怎么爱慕虚荣了 你总是把钱放在第一位 你的面子是最要紧的 我现在都觉得 如果 如果我 如果真的是一个 很穷很穷的人 你压根就不会理我 小翔解释到 小翔这个人真的是特别装 明明家里一贫如洗 却在学校装那种附加千金 每次跟朋友同学 出去嗨 总是第一个跑去 抢单结账 出手特别阔绰 整的身边人就包括他 都以为 小翔家庭条件特别好 这一装就是几年 要不是后来 他想给小翔一个惊喜 突然去拜访小翔老家 怕是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 他家里穷 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穷不穷没有关系 我喜欢是他这个人 但是 那不是行了吗 但是他装有钱啊 他花你很多钱吗 他没有花我很多钱 但是我心里就是不舒服啊 如果我跟他结婚 他还是这样那怎么办以后 小翔解释到 他跟小翔交往这两年 从来就没贪过小翔的钱 因为他俩恋爱 向来是各管各的 就举个例子来说 他之前请同学吃饭的钱 也都是他自己干坚持挣的 又没让小翔出钱 小翔接着吐槽道 这个小文一句实话没有 当初他们在一起时 就规定了每周六周日 要一起出去约会培养感情 可小文却谎称自己家教研 以父母不叫出来为由 把他晾在一边 可实际上 小文的父母压根就没这规矩 就是小文呐 想趁这会儿功夫出去赚外快 别的啥也不是 我没有说我想要去刻意的 你把你的原因说出来 我不想说 你是没脸说 不是啊 人家自己赚钱自己花有错吗 即使是花钱有多大方 也不是掏你的腰包 你抄着个什么劲啊 小文坦言道 他出手这么大方都是有原因的 之前他们家是开酒店的 经济条件可当地 也算数一数二的 后来他父亲想更上一层楼 便听了朋友的话 去投资做房地产生意 这一开始经营的还不错 便加大了投资力度 到后面就是被骗了 酒店也因为这 资金周转不开破产了 他们家便在一夜之间 从天堂跌入地狱 那段时间对于我们家来说 是一个特别大难过的坎儿 我感觉我爸爸一夜之间 苍老了好多 小文从小备受宠爱 上的学校都是当地最有名气的私立学校 里面的学生 个个都是富家子 说了这档子事后 他害怕被同学笑话 就把这件事 只告诉了自己最信任的闺蜜 结果 闺蜜却在一次吵架翻脸后 当着班里同学的面 接他的短 评论他 说我家穷的不行了 都还在这装呢 说我父母 什么都说 说我跟他借钱 我从来没跟他借过一分钱 所以你受了这种伤害之后 你就觉得不能被别人瞧不起 对吧 你依然在用自己拼命打工 偷摸打工 然后买单的行为 撑着自己所谓的面子 让大家瞧得起你 不是你们家有钱没钱的问题 是你对待金钱的态度问题 你的帮朋友 让你买单才跟你交往 有什么任何意义吗 是啊 闺蜜的素质低下 不能成为你打肿脸 充胖子的理由 如果身边朋友 都是你拿钱砸出来的 那么这些人 跟你那个闺蜜又有何区别 土雷老师认为 这个小翔才是最虚伪的 在他知道小文 为薛容后面干兼职时 第一时间去指责 细小文骗他瞒他 而不是心疼小文 这两年装的有多苦 他那些事是做的不对 我认为也是有些小虚伪 但为什么你只知道 恨他的欺骗 却不知道去疼他的勤奋呢 还有第二点 你刚才说了一句话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你说他惦记你们家的钱 如果一个女孩子 他没有不劳而活 他情愤的自己 去获取一些东西 来为自己装表门面 他借你的钱 他也还你 他图你什么钱了 太漂亮了 这次 这后来吧 小文仍是不死心 又对小翔告白一番 说自己今天是知道错了 日后不会再砸钱 充面子 希望小翔能够看在 网日的情分上 再给他一次机会 我还想和你一块去言谈 看樱花 我愿意 有点难过 有一点心 啊这 这就和好了 这都啥呀这是 台下的小佳 看到俩人紧紧拥抱到一起 也是按耐不住了 直接就冲上来 表示反对 不是你算老几呀 人家用得着你同情 就一句话 恶心 这后来吧 小翔做出解释了 说自己还没想好 要不要跟小文复合呢 刚才他只是答应 日后会跟小文 一起去看樱花而已 并没有别的意思 赵专老师听此深感无语 直接啊 让小翔给个痛快话 这俩妹子到底要哪一个 不能再接着掉下去 可小翔犹豫半天 也没个答案 土雷老师见此 那真是气得不行 小翔在一番犹豫之后 表示自己不想做决定 因为这俩妹子 对他都很重要 一个相爱两年 有深厚的感情 无法割舍 另一个是父母相中的 对人家也有点好感 赵专老师坚持啊 便把选择权交给两个妹子 让他俩先下台 冷静之后再做决定 是否还要跟小翔在一起 想接着交往的 等会就上台告白 不想再继续的 就果断离开 最终留在舞台上的那人 就自动成为小翔新女友 可到最后的结果 却翻车了 两个妹子全炮了 这结局真是引起极度舒适 真是不知道 这两妹子上辈子是倒了多大霉 才会一时糊涂 爱上了这种扎门